宇宙从哪里 不是一个神去自制造的 都是的 是缘起 缘起从哪里 是从自信 自信有没有从哪里 自信没有 自信发而若实 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到什么时候 你才真正能彻底明白了 臣佛 那修道 如来的境界 修道 妙觉的 等级就全明白了 真相大本 是 明心兼心就知道了 那是 这暴徒里面 四十亿个位置 最低的 大车大物 明显皆行 出读菩萨 不齐心 不同念 不齐心 不同念 拉来的等级 那么世尊跟我们所说的 四十亿个等级 是主 是心 是回想 是地 四十 再加上等级 四十亿个位置 四十亿个位置 真有吗 没有 没有为什么说真 说有 说有 因为他们 习气 没断感情 是从习气 后博 说 四十亿个位置 地位又低 习气中 越往上面去 习气轻 到妙觉 习气 完全 当干净了 无事无名习气 除了障碍你 回归长济光之外 其他不障碍 所以 你的智慧 神通 道理 跟 究竟果位 就是妙觉入来 没有念 你有能力 分身 变化 在设法界 一切祝福插头里面 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自在 吸引神 说法 众生有感 你就也 千出祈求 千出音 感应到教 不可思 那我们每一个人 都不是孤独的 无量 借来 生生世世 跟我们 借缘的人 也是 阿神 其俗 无量 无边 所以当我们自己 真的 法身 菩萨的 果位 肯定 不识 众生 特别是 有缘众生 他欢喜 跟你接近 你跟他说话 他相信 这有缘 没有缘的 你教他 他不接受 他不相信 那是没有缘分 那 法界 无量 无边 哪个地方 有缘的人 遇到苦难 遇到困难 你就会有感应 像电脑一样 你收到了 他的信息 自自然 当然 在他面前 就化身 时间长的 用印身 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 住世八十年 印身 化身 半夜状死去 办完了 就不见了 时间长短 不定 有人几分钟 有人几个小时 甚至 像 文殊菩萨 变化一个乞丐 叫文杰 照顾 世音老和尚 受难 他三不一败 去朝山 中途在旷野 变倒了 文殊菩萨 那文殊菩萨 就救他 用一个 乞丐的身份 让他一点 不会 陪了他 两次 一个多月 获胜 化身 那 伊赫罗 也把它 变制好了 他可以去朝下 乞丐不见 这就是 悲障碍 这就是 大自在 这就是 对 这就是 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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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